大家好 这个虚拟摄影本的工具呢 是非常有创意 它可以拿来做线上简报 也可以拿来做线上课程的分享 或是您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教材的录影 让你的这个画面更生动有趣 打开官方网站之后 你就可以选按右上角的try 那么如果你即使没有注册账号 也一样可以来这边使用 进入之后呢 你选按右上角 就可以把它切换成我们的繁体中文 在这个界面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功能 开始视讯 一个叫做录制影片 其实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功能 那首先呢 你进入到我们的页面之后 你可以先在下方的roon 找一个你觉得适合的这个房间的背景 你可以选择有动画的 像这样子 我们还可以自由的移动 那或者是像这样子的 那有的这个房间里面呢 它后面背景是影片 所以你还可以透过这边来调整 它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声音 选好房间之后呢 你可以进到这个appearance 来决定你在这个房间的视讯画面的大小 还有你的透明度 那你也可以变成像这样 圆形的或是矩形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到下方的visuals 在这边呢就可以把你要上课的内容 把它从这边加进来 目前呢它可以使用 您自己电脑上传的图片 影片 来自GIF的一些GIF的梗图 或是单纯的文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 首先呢 第一个 这个就是文字的 那文字的部分呢 你进来之后 可以把它像这样做一个编辑 它也有不同的这个色系 可以选择 你可以像这样去做替换 那第二个呢 其实它的尺寸是可以调整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像这样子按一下 它就可以缩在我们的右上角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来自于像这种GIFY 这种梗图 它整合的来自GIFY的图库 所以您可以在这边呢 直接就选择适当的这个图 然后加到我们这个画面上来 那当然你如果选择的是自己电脑上的图片 也可以像这个一样 那我需要放大的时候 我再把它放大 需要缩小就把它缩小 它也可以针对我们来自自己电脑上的影片档案 在上面来做播放 这次呢我们来介绍两个 可以再使用3D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 把它做一个全萤幕的播放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它缩在右上角 了解了它可以使用的这些内容之后啊 其实除了刚刚所提到这几个 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电脑上的 萤幕或者是视窗 直接共享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共享这个视窗 那我就可以把现在这个内容 直接加到我们的 虚拟摄影棚里面 那你有需要的话呢 一样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那当我在另外一个萤幕去操作 它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是同步在进行的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 资讯会议也好 或线上的课程 就可以把这个嗯哼的 直接分享给同学 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呢你想要更轻松的 把刚刚所增加的这些内容 整合起来 那么你可以透过下面这个 Presentation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增加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投影片的概念 那你建好名称之后 就可以像这样进来里面 把你自己想要上课的资料 把它一个一个加进来 那么下次呢 你进到这个网站 如果你有注册账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 把我们的上课教材打开 然后呢就像这样子 直接点开就可以马上使用 不需要重新再制作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比较方便的 去重复使用这些教材的内容 当然除了线上课程的即时展示以外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录制教材的工具 在右下角这边你可以找到录影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您自己的简报顺序 像这样子 直接去做切换 然后做您需要的讲解 把它做放大缩小 那这里的声音呢 它也会一并把它录下来 如果你已经上课完成 录影完成了 我们就把它按一个停止 它就会将这段影片 上传到mmmm的网站上 接着你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mmmm的线上影片呢 会自动依据 我们刚才的简报 这个页数自动 把我们进行章节 所以呢 您滑鼠移到这个 游标上的时候 可以直接点选 也可以在下面直接点选 跳到指定的简报页面的影片部分